一位贵州女士断断续续做了几个恐怖的梦 梦见自己是民国时期女帝制勘探队员 和两名男同事许某陈某被土匪残忍杀害 醒来后经过检索 居然真的找到了历史上这起事件 其中两名男队员叫许德佑陈康 自己名叫马以思 更为巧合的是这位遇害的马女士 和自己长得非常像 前世纪真的存在吗 敬请收看本期走出科学 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 我是邓肯 他儿月 一位叫3332022的贵州女网友 讲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离奇恐怖的经历 正巧这位姐姐B站上也有账号 联系过后取得了她的授权 非常感谢 当事人说 自己小时候大约10岁以前曾经做过几个奇怪的梦 梦见自己的妈妈是个北方妇女 梦见自己在操场上玩 梦见上学 梦见自己喜欢美术课和生物课 叔叔教自己日语等等 其中最奇怪的一次梦见自己被土匪杀害 当时就很疑惑为什么会做这样毫无关联的梦 而且那些场景看起来不像现代社会 当时没有太在意 长大后进入社会做起了电力勘察和设计工作 有段日子她经常生病 身子很弱 不知是不是相似的情景会出发梦境 2008年至2012年间 她开始频繁做关于前世的梦 这些梦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 有些甚至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出现的 她梦见自己是一位地质勘探专业的女大学生 进了民国时期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而且还梦见在单位里有人背后议论自己 说她刚毕业没资格担任研究员 梦里她很努力想做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 没想到第一次出去工作就遭遇了意外 梦里她和两名男同事一位记得姓陈 另一位好像姓许前往贵州山区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他们先住在当地一个保长家里 保长家来了一个人 这人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 又用奇怪的眼色去看他们的箱子 很可能是起了歹心 当事人说自己觉得不对劲 提醒许同事去找点更多的人护送我们进山 可没找到人帮忙 许自己忙着发表论文 于是三人匆忙带着三名挑夫进山了 没想到其中两名挑夫是土匪假扮的 另一个挑夫逃跑 土匪在山里一处半坡前露出了真面目 当事人说他们三人被土匪劫持 有一个甘瘦的土匪对自己说了一些下流的话 男同事呵斥了对方 被土匪一刀砍中腹部 另一个土匪看他疼得要命 给了他头一枪帮他解脱 随后有一个土匪给自己求情 但他自己不想活了 匪首不想留活口 于是下令将剩下二人杀害 当事人记得梦里临死前 杀他的土匪还对他说 我不想杀你 我只能给你个痛快了 你死后不要找我 随后对方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 死的时候感觉很痛 痛得想钻出身体思维像照片一样凝固 然后感觉自己飘了出来 之后他还跟着自己的送葬队伍走 他看见家人说让他的遗体留在贵州吧 运灵鹫去贵阳的路上曾经停下办了一个小型的追导会 之后他还看见研究所给他们三人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导仪式 后来当事人还梦见自己的坟被迁了 换了一个地方 以上这些剧情不是他一次梦到的 是2008年至2012年的四年身体虚弱的日子里 断断续续梦到的 而且前面说了顺序是乱的 这些都是他后来整理出来的 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总做这个被土匪杀害的梦 一晃十年过去 直到去年2022年初 当事人灵机一动在网上搜索 民国时有三个搞勘测的人 欲匪而亡这几个字 没想到一下子就出现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东西 1944年4月24日 国民政府中央地质研究所许德佑 陈康 蚂蚁丝 女 三人 在地质考察中 于普安县与秦隆县交界处被土匪杀害 震惊全国 蚂蚁丝遇害时年仅26岁 更为可怕的是当事人看到蚂蚁丝的照片 没想到这个蚂蚁丝和自己长得很像 没错我特意向他确认 就是和现在的自己长得很像 他还把照片发给了女儿 女儿也说很像他 之后的日子 他开始玩了命的搜索有关蚂蚁丝和其他两名牺牲者的生前事迹 想看看那些记忆碎片中有哪些是和现实能对得上的 如果都能对得上 那就太可怕了 为此他甚至还在网上花几十块逃到了三人当年的复告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民国时期的小册子 认真研读里面的内容 根据记载 土匪匪首义仲三 经常对过往客人劫财害命 1944年4月22日 三位地质工作者来到贵州普安情龙调查 意中三 暗中策划召集匪徒 分别担任眼线放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I don't wanna jinx it baby, and drink myself back to the spy Don't wanna overthink it, baby, just drink your smile, in my mind Baby you give me, I am fine 到了验证 随后当事人开始搜索马以斯这个人 想从他的生平事迹中找到线索 可惜马以斯并不是什么著名人物 关于他的生平记载非常有限 当事人突然想起了自己十岁以前的那些梦 梦见操场 梦见学校上课 梦见一个北方女人是自己的母亲 难道这些都是马以斯的童年 资料显示马以斯是回民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 他的家世很好 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 也许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吧 梦里他还被同事背后嚼过舌头 继续搜索 当事人找到了马以斯的小学 黑龙江清真初高两级小学 就是途中这样 和自己儿时关于学校操场的场景几乎一致 马以斯的大学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 搜索当年这所大学的照片 当事人对这座礼堂感觉很熟悉 他曾梦见自己作为学生代表 在里面讲话 还得到了奖学金 当事人还回忆了一次场景是工作单位的梦 梦里他看见许德佑的一本书 封面有三个贝壳 他问许德佑封面是谁设计的 许德佑说是自己设计的 他记得封面的字也挺好看的 可惜梦里他没有记住书名 没想到后来在查找许德佑生平事迹时 真的找到了他的一本著作名叫三叠记论文选 封面上真的有三个贝壳 令他浮想年篇 他还记得自己一段论文得到了许德佑的指导 他致谢了对方 许德佑说不用提我 但他还是提了 果然当事人继续找 在蚂蚁丝生前的著作中找到了一篇名为 前北紫童县之下三叠记动物群的论文 其中摘要中有这样一句话 此文之作呈许德佑先生之指导 作者应向彼忠诚感谢 没想到致谢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 好看到这里可能大家和我一样都会有一个疑问 这些是真的吗 这些会不会只是当事人的心理作用 会不会是他看到了蚂蚁丝的资料后 认为那就是前世的我 他愿意相信这是自己 所以敏感的把许多东西和从前的梦一一对应 说服了自己 那么我是这么分析的 前面当事人说的这些 比如梦见儿时的场景 梦见被土匪杀害的过程 梦见许德佑的封面 最后和事实都对照上了 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一家之言 我们很难全信 但是在他的原帖中 他还说了许多暂时无法验证的东西 比如他找到蚂蚁丝生前工作单位的照片 就是图中这个 他说记忆中蚂蚁丝 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最边上 附近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溪或小河 洗衣服比较方便 这个就因为史料不足 我们暂时无法验证 可假如不久后 贵州有地质行业的朋友看到了咱们这期视频 去保留有建国前书籍档案的老档案馆里 挖掘出了新的资料 看看当年记录中的蚂蚁丝办公室 是否在二楼的最里面 不就可以进一步验证当事人的回忆了 根据史料记载三人遇害后 此事甚至惊动了蒋介石 民国政府对这一伙土匪进行了围剿 当事人回忆说 自己死后 他的阿飘一直跟着杀害他的土匪头子 亲眼看着他被剿灭的 这个土匪头子还是被自家亲戚带人抓捕的 抓捕中他受了伤 但抓捕他的人故意没有给他包扎 他就这样死了 然而史料中关于匪首的下场只有一句 匪首意中三 拒捕被击毙 具体的细节是缺失的 我想我们接下来如果能找到更多 关于这段剿匪的资料 同样就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记忆是真是假 当事人的这些记忆碎片还有很多很多 因为剩下的都是一些生活琐事 我就没有一一列举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通过简介里的链接阅读原帖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了解马陈许三人的事迹 是因为2014年 马以思的后人杨伯英老人 拿出了一本陈锋70年的旧书 《前夕神匪记》 一切才重见天日 所以说当事人要是08年12年刚做梦那会儿去查 还都查不到了 我相信关于马以思三人的资料 在民间还有许多包括他们还健在的后人 也许能够给当事人的回忆来鉴定真伪 这位杨伯英老人是马以思姐姐的儿子 2014年这位老人携全家祭拜了马以思墓 我们不知道这位老人九年后的今天是否健在 看了这期视频的朋友 如果有人认识这位老人或者他的家人 希望能够在不太打扰人家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问一些关于马以思当年的细节 我也相信许多相关的资料 现在正躺在当地某个尘封多年的老档案馆里 等待着好奇者的挖掘 当事人的朋友建议他去给马以思的墓献花祭拜 还有网友建议他去马以思被杀的那座山里走走 看看能不能唤醒更多的记忆 但是我给的建议还是不要去了 如果世界上没有前世今生这回事 你去了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他真的就是你的前世 你给自己扫墓那更没啥意义 当事人也说不会去的 想想就渗得好 最后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 当事人和过往其他转生人案例的一同 不同点像唐江山时爽人那些转生人 他们都是在三到六岁左右突然出现的前世级 就像被拷贝进来的资料一样 而我们这位当事人姐姐和其他人都不同 她是在一堆奇怪的梦里看到了前世的场景 和其他人那种突然拷贝进来的还不一样 还有在中国转生人调查档案那期节目里 我们列举了六位转生人 他们从前世死亡到今生出生的时间大概在十年左右 而马以斯去世于1944年 我们今天这位当事人姐姐出生于1975年 相隔了31年 那么相同点就是地理位置 我们说完那些转生人 他们投胎的地方通常离自己前世死亡的地方不远 甚至还有同村同家族出生的 而我们这位当事人姐姐也不算远 马以斯在贵州境内遇害 当事人他也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还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所有的转生人 都号称上一辈子是意外死亡 是遇害身亡的 节目的最后 感谢当事人姐姐凌晨四五点还不睡觉 接受我的采访 一字一句回答我的问题 帮我修正这期视频的文案 这位叫三珊珊2022的姐姐在B站也有号 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友好的和她交谈 答疑解惑 作为我 我是真的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资料 来验证一下这位姐姐的记忆的真伪 这也是我做走出科学节目最大的兴趣 谢谢大家 我是邓肯 咱们下期见 呜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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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 呜好看呀 我师哥 爸爸欺负有蛇子 大脸猫越远 胖越远 肥越远 和猪蜜越远 打死越远 大脸猫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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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脸猫越远